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和一些政治家不断的发表反华排华言论 反华情绪似乎有些高涨 在他们看来 中国正在对澳大利亚 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渗透 极力的渲染中国威胁论 为此 环球网进行了一项以慰望这一年各种风波 你认为哪个国家对中国最不友好的调查 调查显示 59%的受访者认为 澳大利亚对中国最不友好 那么 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反华情绪 表面上看澳大利亚 似乎真的充满了反华情绪 然而 在我看来 与其说澳大利亚人反华 还不如说是恐怕更确切 中国不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 而且发展靠近十足 这一点只是公认 澳大利亚是从中国崛起获利最大的国家之一 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是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正是因为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极高 自然的也就更惧怕受中国经济影响和控制 更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向政治文化影响力方面转化渗透 说白了就是澳大利亚惧怕成为中国重属国 但是也正是因为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 中国经济意的喷嚏 澳大利亚经济就得感冒 澳大利亚根本承担不起反华的巨大成本支出 也就是说 澳大利亚根本不敢反华 渲染反华情绪或宣扬 中国威胁论是一种政治需要 打中国台历来是西方国家政治斗争的重点之一 澳大利亚当然也不例外 一方攻击对手清华 被攻击的一方 当然要迅速的一反华的腔调撇清自己 这一次如果特安布尔不是高调的发表反华言论 恐怕早就下台了 对于澳大利亚普通百姓来说 中国人的不断涌入也确实是一件头痛的事 越是繁华的社区 越是好的学区和好的学校 中国人就越多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人确实占有了澳大利亚人的一些优良资源 对中国人有想法也就不为怪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有人来中国说事 自然会有一定的市场 各个政党都必须小心应对 否则会失去审民 但澳大利亚人也很明白 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 以及中国人的涌入 也确实给澳洲带来了巨额的资金和繁荣 真心要反华也真的反不起来 另外 虽然中国注定了会却起强大 但目前的世界老大毕竟还是美国 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员 做至少安全上 只能与美国保持高度的一致 也正是因为需要美国这个老大的保护 所以才有胆量时不时跳出来表现一下自己 而如果在政治上也与中国关系密切 更怕因此而得罪美国人 还有澳大利亚也是世界性经济大国 对中国一直有优越感 中国这个曾经的东亚病夫 忽然一夜之间 崛起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这令澳洲人很难适应 甚至是有些不敢相信 与中国关系太密切 或者说着随中国 自尊心上也是一个打击 总之 澳大利亚目前的一些表现 基本上还谈不上反华 更大程度上的是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恐惧的一种心理反应 时至今日 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发展 根本就离不开中国 很难有反华的勇气 克恩布尔自嘲地说 澳大利亚站起来了 这本身就是没有底气的表现 可理预料 未来的澳大利亚 只能是越来越以赋予中国 早晚会成为大中华圈的一员 大利亚站起来